我们现在准备跟老爸摆这个天木一梦伤 现在这个天木了嘛,只能盖住厨房 然后现在去那个帐篷里吃饭的,还是有点热的 我们决定在这个这里吃饭,看到没 上面有树荫,但是怕下雨还有阳光会透进来 所以说我们天木呢,现在是 这个只能盖到这两个大锅和厨房 我们往拖一下,拖个大餐厅出来 这样厨房炒完菜,啪,就能放桌吃饭了,还凉了 所以说不同的季节呀 这个你荒野求生也好啊,你这常年我们安家深山也好啊 不同的玩法,对吧 几十块钱买个这个天木,就能解决很大的问题 因为他也不用买那种便携的,所以买那种厚的结实的这种雨布就可以 现在我们这边呢,放在这棵树上 那边放在那棵树上,然后呢那边放在那两棵树上 整个这个,就是厨房、餐厅就可以了 夏天天这帐篷里太热了 好,开始动起来,这个卸掉了 这个拿起来呢,我就听指挥,当小侯母 听老师傅的指挥就可以了 把这绳我能解开它 哎呀 哎呀 看鬼 那没有那个厚实的摩托啊 真没这个厚,这个厚实的鞋 这个薄 这个也拆开呗,这个得爬到凳上拆呗 最后啊,这头也要踩这绳 这大天木一弄 妥妥的吗,娘 这都可以把车开到下面来了 哎呦 干点活就舒汗了 我把这绳,原来这个绳卸下来的 还能用 咋了 咋了,娘 哎呀哎呀,干啥呀 打我两下啊 哈哈哈,我娘还打我两下 衣服掉了,我没干着 那你指一声呢 这老太太过来打我两下,我这咋着呢 又惹啥祸了,你说 你指一声,我不是你拽起来了 你笑你,有你吧 妈呀 真是人不知者不怪呀 这你说,看一下笑我多远啊 你干啥呢 都不乐 呃,呆着吧呆着吧,别乱跑就行 我怕你走丢了 这老叔绑的什么扣啊这是 反正挺结实,就这样的啊 咱也看不懂 有点矮吧,爹,你那太矮了呀 那呆着一直,这个就好了 高一点,万一晒热了 它往下不也不那么烤成吗 是不是 我原来那么高,现在整那边矮了 这个它 你爹,你这甲穿得像一会儿穿 它下面上就行,一会儿穿 那个是,那边我感觉有点矮 高度的这边是平的嘛 就基本跟我差不多两米高过来的 它一塌它就不熟 而且这一热的话 它肯定往下有热量了是吧 来来来,看看 我们这个天幕啊 是不是出具出油啊 那客厅够大了吧你啊 嗯 这吃饭绝了 哎,那里怎么还有阳光晒哪儿来 晒这儿呢,那是那块甲 那里有,那里有阳光晒那儿 啊,夕阳夕下 透点亮,可以 现在呢,我们放到这里呢 这里吃饭,就凉会儿多了啊 然后上面呢,能晒这个布 这布我估计也会热 但是呢,有这个树荫还好一些 现在呢,我们直接把最后一个甲 倒到那棵树上就可以了 搬进去吧 可以吧 好像这个位置还差一点啊 差点事儿 嘿,有点矮啊 你这个太低了吧 嗯 这个我建议知道这个上 够不够 往这边啊 往这边 那个不碍事 不是,知道这个上高一点 哎呀,你这刚刚立个柱子就好了 那你那夹也低啊 你这馅过去就低 你人过去肯定不行 肯定还要再降一点 你这个我建议知道 你而且它没有弹力 它最好应该吃到这儿 而且往这个角度吃,你看 是不是啊 还是往那边拽拽 这两个叉才考虑一下 不行不行 这个的话它有点弹力 这个叉和那个叉高一点,行不行 不行 不行 啊 这个到时候支个柱子 支多高 这也可以 这这甲织和柱子可以 都得支 拿着呢 算死 好 这就行了 那支一下就好了 我这是骗人的东西 是的呀,你这扣不没我接受感觉 哎呀 哪个肺也开不了 你说说我 哎呀,掉了 哎呀 对呀 来 高高 好,拽 一二 一二 好 按住这 抖下来 对 再抖一下吧 这把就插住一下吧 插啥 往哪边拽 我这边 你绑那车上就行了吗 你不要给那个甲织分棍 对,你把织棍 织棍是织棍 织棍高得织那个甲织你甲 嗯 这个拉个绳 打个签子 帐篷签子 打到这上面就行 现在这样就挺好的 我感觉 就是太暗 你看就有点热吧 这要再高一点就好了 就凉快了 这个中间你得整个高杆 得织起来 织起来啊 不织起来你水都不行 是不是这样 汪水的话 啪啪能塌下来的 这里支一个就行呗 嗯 对不对 这支的高杆 好了 我们这个天安部也弄起来了 我把这个 弄个种花啊 种菜的这个小这个 豆浪架也弄好了 这个挺便宜的啊 30公分高 花了十几块钱 买这么一个吧 拼出来的 这个弄点土放里去哈 种点小花啊 种点青菜啊 也可以 玩呗 好,现在我们这个 大天安部就完工了 中间老爸放了一根竹子 看到没 一撑 这个面积大了 整个这个天幕是 5米乘5米 原来那个好像是几米啊 2米乘2米吧 2米乘3米 6平米 哪个2米乘3 你这玩意根本都不到2米 1米7 1米8 1米7乘以2米 这回是5米乘5米 这就是25平米 所以一块天幕 我们现在就多了一个25平米的一个厨房 加这个餐厅 这就两块的夏天 因为这四外通风啊 再加个大风扇 过两天我把那个帐篷里啊 天热的时候啊 35度左右的时候再加一个空调 大功率的移动空调 这里面事实也应该两个 那你就解决我们 夏天这个制冷的问题啊 冬天考虑取暖 春秋是省事的 其实冬天好过 冬天取暖就是 外面穿点油不冷的这个地方 那夏天热 夏天35度有 35度 367度有的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把这个 空调弄好一点 我们这几个房车都有空调的啊 睡觉没问题 就是出来玩的时候 你不能走在房车里待着呀 是吧 在这个大帐篷里玩 弄一个移动空调就可以了 然后稍后那个 我们那个空调啊 到时候我也拍一下 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这个 常年啊 这个房车住在野外 然后弄一个四处漏风的帐篷 这个空调行不行 到时候会分享给大家吧 好了 那今天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明天见 拜拜